我們接下來會做什麼 主要是你解決一些常見痛症問題 主要是哪裏不舒服 可能打球 膝蓋有點痛 肩頸 香港人一定會這樣 常見都市病 頸肩問題 多數是在辦公室長期服案工作 我們利用中醫手法去調理一下 先躺下檢查一下 它還是側身 側身躺在這裡 尤其是我們一般處理痛症問題 尤其是頸椎病 我們會運用一些手法 譬如我們會用點油 一些推油 對 有些痕痕 尤其是這個位置 這個就是我們常常按頸椎的 用頸白露這個穴位 還有一個長期有些頭暈頭痛的 頭部的不適 我們會利用我們的風磁穴 一些的痰穴 對 多數針對我們的頸椎病 多數辦公室長期服案工作 兩個圓肩向前 還有我們都會用到我們的肩中穴 這間背一個部位大概要做多久的治療 大概如果我們學習課程 一個部位我們教是10至15分鐘 一頸部整個過程 對 一個穴位大概按20至30下 按完鬆完我們還會用一些 軟端的鬆動手法 去將我們的關節做一個調整 放鬆 兩個計劃 兩個計劃 那個是的 應該是一種 一個批評 痛引致失眠 我們有一套手法 這個課程有一套手法專門針對我們的 如果是心神不靈、類似公眾、力大、生活習慣、不適 所以引起的一些失眠 首先我們要講我們的太陽穴 首先我們要點由太陽穴 點由太陽穴之餘我們的手指弓 它要按起我們的百貨圓 同時做一個點由 接著我們會雙手手指弓放在印堂上 有一個很輕微的推油 你平時做這些治療生肺用工具或放油嗎 不需要的 我們全部都是徒手治療 不會借助任何的儀器工具 當然前期手要做一個小毒 如果按臉部的話 還有一個我們會叫患者回去 做一個手部上的 有一個我們中醫所講的神門穴 這個位置 會叫他們回到自己 臨睡前做一個點由的 一般來說要按多久 按20至30下 你的手都要 還有我們剛剛講頸部的 我們有一個安眠穴的中醫 就在我們的乳凸後面 大概0.1吋左右 即是每個人的頭顱骨的骨架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找就是我們的乳凸 最尖的地方 往後0.1到0.5吋左右 這個位置 是有點冤痛的 這個位置 我們要叫他們臨分次 大概按80至100下 去做一個安眠的 針對我們的失眠、品味 這幾個魚位可以幫助我們舒緩壓力 更加快地去入睡 這個位置是小冤痛的 剛剛跟Ivan做的一些手法 一些我們做的東西 就是用於我們的中醫科學推拿課程裡面 大家都可以學到的 主要針對一些頸肩腰腿痛 包括我們常見的都市病 例如我們的頸椎病 一些肩周炎 一些腰椎勞損之類的東西 大家在這個課程都可以學到的 我們會運用一些基本的中醫手法 來配合我們的魚位 去做一個治療的 好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 關於中醫康復推拿痛症課程的 請Share、Subscribe、Like 和點這個小鐘 常常了解的可以以下一條連結 多謝 拜拜